老花一开箱评测啊 今天呢来到的是一个含羞厂 说是叫什么彩虹含羞厂 有点奇奇怪怪的 来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 走心了吧 这包装还可以 很多话就喜欢看这种 拆拆拆拆的视频 这哪是什么彩虹含羞厂 彩虹含羞厂 起了个名字 彩虹哪里彩了 哪里红了 不就是个含羞厂嘛 有话说都没干干了呀 不就样的时间长了 这个是 这是盆景啊 这个东西这个价值在于哪呢 在于艺术你知道吧 墨水值钱吗 纸张值钱吗 不值钱 值钱的是什么 是艺术 彩虹含羞厂 彩虹 是彩虹家的含羞厂嘛 就像海参炒面 海参呢 我又是海参 我炒的 有毛病 没有毛病 是不是老板叫彩虹 所以叫彩虹含羞厂 没有什么彩虹不彩虹的哈 就是寒羞厂 寒羞厂呢 它虽然说有很多品种 来来回回就那个样 只不过这个长的时间确实久了哈 不过按照这种价格来说的话 它确实也值这个价格 但是 哎呀 30多 天呐 好吧 接下来嘛 就叨叨一下了 嘿嘿 好了 这是一盆30多的寒羞厂 这个除了年龄老一些呢 没有其他的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一些寒羞草呢 另外呢 寒羞草是非常好养护的 很多话说 寒羞草如何养护 这了那了的 寒羞草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些杂草 你像在我们山东的话 它一般就是山季 就是春夏秋 冬天的时候就冻死了 然后它会结种子 到第二年的时候 再度的去长出来 你像这个的话 在南方的话 就可以长成这种像树干一样的了 可以长很久很久很久 可以做成这种小盆景 我就是咱们北方的花肉 你如果说要养的话哈 冬天怎么过你要考虑了 南方无所谓了 它可以一直长着 它像个小盆景 对吧 然后呢 收到手以后呢 有些杂乱无章 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剪 你看这根枝条 它长在里面太难看了 别的也没啥了 养的吧 养的吧 所谓的彩虹寒羞草 我也没看出来 其他的一个特点 浇水在一块 干丝循环 很皮实 很好养 不怕晒 不怕热 就是怕冷 然后呢 每年都会开花 开花以后会结种 结种之后呢 可以把种子留下来 万一这个老的冻死了 明年还可以种新的 还有点呢 就是一个杂草 好了 简单的就到这了 35的苗情的话呢 让我打分的话 只能说值这个钱 因为人家是往盆景方向发展的 像30来块钱 这种小盆景 是属于很正常 很入门的一个价格 你不要老是究竟 啊 人家还有少了30多 是 你那个书法大家 给你画一幅画 卖废纸都卖不了五毛钱 对吧 不能那么说 好了 总的来说呢 嗯 还用什么 让我打个分的话 80分吧 给70分有点低 要不然有点偏见 是吧 80分肯定是有的 然后呢 我怀疑会有一部分呢 小小的一个洞伤 我怀疑只是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夜间有一些个这种尖 这种是水大的一个体现 好吧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放到一个 很暖和的地方 让它去缓苗了 正常的一个养护 就不要换不换土了 也不要撕回了 就正常的去给足光照 正常的放到一个 温暖适宜的地方 先不要浇水 等到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看到了吗 这个根系都是提根 再提过一次根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 30多块钱 人家没赚多少钱 性价比还是有的 80分的苗情 一边关于寒休草的一个 大家就稍微理解一下就行了 可能就是咱们北方的话 有建的比较少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寒休草 咱肯定没见过 北方它就升3G 南方是可以4G 好了 老费一开箱名字就坐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眼 白了